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据介绍,孤独的美食家新系列 各自孤独的美食家第七集 几个空姐正在讨论着昨天聚餐时吃的那家中餐馆 说虾仁炒饭简直极品 一群人来到班级带命室 如果有空乘人员无法上飞机就得有人替补上去 明日香说自己有过被临时更改航线的经历 那次他已经预约好去扎黄吃成吉思汗烤肉了 结果变成在福岗吃内脏锅 其实内脏锅也不错了 此时人在出云的五郎正专注的盯着桌上的荞麦面 格子三袋荞麦面 三个碗螺在一起 上层有个生鸡蛋还撒着芝麻 他第一次见是这样的荞麦面 他将碟子里的葱花海苔碎什么的夹到里面 捏起旁边的小瓷壶 往上淋了蘸面酱 然后说了声我要开动了 将里面的鸡蛋搅拌均匀 夹起一块的面条吸进嘴里 心里立刻蹦出两个字 好吃 他一脸满意的浅笑 一筷子一筷子的往嘴里吸溜 面条弹嫩 酱汁清爽 深得五郎芳心 上层吃完后 他把汤汁倒进中层碗中 怎么感觉有点别扭呢 中层是山药泥的 他把海苔碎倒进去 同样淋上蘸面酱 搅拌一番后夹起一嘟鲁 吸溜吸溜的吸进嘴里 山药泥裹面条口感粘稠 嚼起来很馋面的口感 这一小碟子也很快吃完 他又将剩下的汤汁倒进底层碗中 同时拥有了上层中层味道的面条 变得更好吃了 五郎一筷子一筷子的捞面吃面 根本没两口的荞麦面 片刻就吃光了 他擦了擦嘴 喝了口水 说了声多些款的 这顿饭并没有吃完 他拎包来到了下一家店 很快店员端来了美食 是釜阳荞麦面 因为初云的荞麦面很有名 五郎不想浪费出差的机会 这份荞麦面是带汤的 里面撒着海苔和煎鱼花 煎鱼花在热气的鼓动下 拼鲜起舞 他赶紧说了声 我要开动了 夹起一筷子面条 吹了吹 一吸二吸的吸进嘴里 期待的嚼起来 待汤荞麦面变得软嫩多汁 吸饱了汤汁很有滋味 接着他把葱花萝卜泥都倒了进去 再倒入大量调味酱汁 和弄两下 夹起来大马力的往嘴里吸 有了酱汁的加持 味道顿时浓郁起来 滋味也更加复杂 拿勺子咬了汤汁喝两口 酸酸甜甜 咸咸辣辣 味道多样 却层次分明 幽静的店里 大家都在吸露着桥麦面 五郎感叹 自己的桥麦面蓄摊二连吃 超赞 然后他就跑去出云神社许愿 保佑他晚上能吃到当地美食 五郎说的许愿特别务实 那些动不动求发大财的 怎么可能呢 但凡你许愿务实一点 你就会发现 也实践不了 此时野村小姐问明日香 要不要一起去吃烤肉 原本他们四个人去吃的 但有个人刚被广播喊去飞福刚了 说那家店是在川崎的鹤屋 烤横格膜和烤肠这些内脏类的东西很好吃 满满大蒜的酱料也超赞 横格膜 烤肠 大蒜 一下子塞满了明日香的脑袋 他立刻答应了 他盼着盼着 熬着熬着 终于熬到了五点 然后是五点半 五点三克 还有十五分钟就下班了 他仿佛已经闻到了烤横格膜的香味 听到了烤肉支支拉拉的声音 声音里还夹杂着广播 待命的明日香小姐 请前往机组人员支援中心 明日香的烤肉就这么飞走了 那是十八点二十五分 飞往初云的班机 他一边走一边哀鸣 再见了横格膜 再见了烤肠和大蒜 从初云机场出来 他拉着行李箱来到酒店 把自己重重砸在床上 哪知这一砸 惊醒了干瘪的肚子 他顿时就饿了 必须赶紧吃饭 立刻 马上 于是他赶紧换好衣服 出门吃饭 但要是坚持吃烤肉 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 所以他决定放宽搜索条件 看哪家顺眼就吃哪家 他看到一家关东煮 但今天没有强烈的意愿 接着他又看到一家 料理日本鲜鱼的店 但是他今天对吃鱼没什么兴趣 走着走着一扭头 他看到了一个红灯笼 走回去一看 是个饺子屋 尖饺倒是很符合他现在的胃口 而且饺子里也有大蒜 可以满足没吃到烤肉夹大蒜的遗憾 于是他毅然决然的走了进去 店里整洁干净 有三个客人在吃饭 这位背对着大家的就是五郎叔 五郎叔许得愿 把他安排到了这里 麻婆豆腐正咕嘟咕嘟的炖着 铁锅里噼里啪啦炒着米粉 很快麻婆豆腐给客人端了上去 炒米粉给五郎端了过去 他还点了煎饺子和水饺 很少看五郎吃水饺 那个煎饺煎得焦脆的外皮 分外诱人 里面的馅料饱满 隐约透着一抹绿色 他赶紧说了声我要开动了 夹起一个大煎饺子 松进嘴里咔咔的嚼 脆皮又香又脆 馅料很美味 里面的大蒜很突出 不需要蘸酱就已经很有味道了 他一个个往嘴里蒸饺子 吃得满脸寒春 微不漏 满嘴生香 湿湿然 接下来该吃那碗水饺了 饺子皮白白嫩嫩 泡在汤汁里 看着暖洋洋的 他摇起一个饺子 一口下去 汁水四溅 果然不怎么吃水饺 但是水饺吃起来很鲜 软软的嚼起来不费力 浓汤也很鲜美 接着他又笨拙的 夹起一个水饺 一咬就碎掉了 还不容易整个扔进嘴里呢 反正五郎叔从来不怕烫 此时明日香 喊来老板 点了普通煎饺 紫酥煎饺和白米饭 就见老板娘 咸熟的包着饺子 包得很好看 一个个长得一模一样 就像复制粘贴的一样 接下来五郎该吃那份 看着就很好吃的炒米粉了 虾仁海鲜 瘦肉 蛤蜊肉 白菜 胡萝卜 小葱 给料实在是足 五郎夹起一筷子炒米粉 送进嘴里 鲜中带香 滋味特棒 他一口口的吃着 危险的调味恰到好处 夹起肉片 虾仁 米粉 不停往嘴里输送 五郎叔吃饭 从来不犀利 此时饺子已经煎好 饺子皮薄的 能看到里面的馅料 给明日香端上了桌 五郎看断那个紫酥煎饺 很好吃 但是这两盘饺子 长得一样啊 怎么分辨哪个是紫酥的 明日香说了声 我要开动了 夹起一个普通煎饺吹了吹 一口咬掉一半 皮很脆 馅很香 口感很棒 他一口吞掉煎饺 美滋滋的配了两口米饭吃 他认为煎饺就得配米饭 我一般都是煎饺配拍黄瓜 他又夹起一个煎饺 直接扔进嘴里 吃的比五郎叔好卖多了 五郎叔这季锐气不足啊 然后该吃紫酥煎饺了 他夹起一个扔进嘴里 立刻被紫酥的清香折服 竟然还能提神醒脑 他把酱油和白醋混合 夹起煎饺子蘸了蘸 松进嘴里品尝 如此吃起来味道酸爽 滋味大增 而五郎则将白醋倒入碗中 再倒入胡椒粉 夹起饺子蘸了蘸开吃 白醋和胡椒粉刺激味蕾 让滋味扩展开来 而明日香则在蘸料里倒了辣油 这样吃起来必定刺激加倍 他吃的很享受 而五郎又开始整活 直接将辣油滴在水饺上 如此一口松进嘴里 美美享受 竟然面不改色 心不跳 五郎的耐辣度可以啊 客人进来直接点了煎饺炒饭和生啤酒 而五郎趁机要了一份紫苏煎饺饺 看来五郎说产紫苏酒也 女顾客接过啤酒 咣当就是一口 立刻发一声舒爽 思以为煎饺子配啤酒才是正道 虽然我已经接酒了 老板把紫苏煎饺饺给五郎端了过去 还说他和五郎一样 也喜欢蘸白醋胡椒吃 这秘诀被明日香听到了 他立刻跟老板要了个小碟子 五郎将紫苏煎饺饺 送进嘴里品尝 大蒜的香气煎紫苏的清香隐约 比例恰到好处 蒜香清香香上加香 而明日香也将胡椒倒在白醋里 然后蘸了紫苏煎饺饺 这样吃果然很给力 酸辣鲜香味道绝佳 而五郎一鼓作气 吃完了紫苏煎饺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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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 赛翔也很快将尖角的吃完 一口口的吃着白米饭 他决定以后继续飞往各地 吃各地的美食 吃完说了声多谢款待 他这顿饭也算圆满了 结账离开后 镜头对准前台的报纸 腾村获胜 自行车运动员腾森在比赛中获胜 接受记者采访时 他直接说 明天的决赛我也会获胜的 下集该看他吃饭了 本集中 赛翁失马 腌制不好 失之烤肉 得之尖角 店铺不大 美食不少 今天吃啥 何必计较 因为世界那么大 我想吃个饱 好了 我要去做饭了 顾嘴白 下次见 有猴